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她的巅峰时刻 比肩谈张良神 不仅如此她还为很多的天王创作音乐 谭永林 张学友 李克勤 徐晓凤等人有些歌曲 都是出自蔡国全之手 但她的辉煌却止步于49岁那年的那场车祸 让她与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 1953年12月26日 蔡国全出生在香港 与很多年少成名的歌手不一样 与很多都有目标的歌手也不一样 当时的她还只是一个打工仔 并不是从事音乐事业的 只是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为生 勉强可以养家糊口 也许就是蔡国全很早就出来工作 在社会生活的原因 她的文采非常好 当然也可能是天赋异禀 就这样一直到29岁的时候 蔡国全在机缘巧合之下 她被别人发现拥有较好的唱功 才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录 那时候的谭章正处于争霸最激烈的时候 两方的粉丝自然也不谎多上 甚至还动手 就在这种情况下挡住了很多歌手的光芒 造成了许多的歌手都难以有出头之事 很多人都只顾着看着这两位 忽略了其他人 在这其中蔡国全就是那个独特的人 在音乐路上摸索了两年的蔡国全 在31岁这一年 发行了首张名叫《一生爱您一人》的专辑 因为当时的乐坛局面非常紧张 蔡国全只是抱着先试试水的态度 却不曾想她那余音绕梁 拨动人心的歌声 直击听众的心中 在乐坛掀起了一阵波澜 让很多听众记忆深刻 蔡国全可以说是一夜成名的歌手 看到第一次变收获成功的蔡国全 觉得自己还可以在音乐路上走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蔡国全后来出了自己的第二首歌 《燃烧的火炬》 发放后瞬间火爆了全部的香港 人气也越来越高 粉丝越来越多 在当时的乐坛成立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 趁着这股子热劲又连续出了好几个专辑 一致受到听众的好评 尤其是童年 不装摄影的梦 天意人心等歌曲 让人至今回味不穷 蔡国全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 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一首首文采极佳的歌曲 一个个美妙的音符 再加上他温柔古典的唱腔 上听众省不住的单举循环 不仅如此 蔡国全还是一位全能型的歌手 如果要兴奏蔡国全的歌曲 那应该就是一谈年数已久的好久 经过沉淀酿造会越来越香 蔡国全不仅有才 长相也不差 一张清秀干净的脸 脸上永远挂着一副眼镜 这是他的歌迷朋友们对他的印象 而且他的话不多 在交际上也不会八面玲珑 经常只是自己静静地 待在一处创作音乐 仿佛这个世界只有自己的存在 蔡国全不仅自己成名 他曾经为天王级别的张学友 徐晓凤等不少歌手 创作过歌曲 在当时蔡国全真的是大家都承认的全能型的歌手 出道短短几年 成绩就如此飞山 他凭借着自己的坚持 达到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到达的高度 在鼎盛时期的乐坛上留下了深重的印记 成为红极一时的歌唱大王 以至于有传言 只要发行的歌曲有蔡国全的名字 那么这首歌就一定会火 可是江郎也有才见的时候 所以蔡国全在37岁那年 在香港九龙大专会堂举办个人演唱会时 宣布了自己暂退舞台转为幕后的消息 引起了外界和粉丝的一片哗然 一时之间他的歌迷都有点接受不了 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 蔡国全因为清场工作连轴转太累了 灵感都磨没了 所以他需要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素材 让大脑主义时刻灵感充沛的状态 在这几年之中 蔡国全更多的时间都给了创作 兼制等 也许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比较舒适 他就是这样在幕后待了将近有12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蔡国全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再露过面 2002年 49岁的蔡国全在歌迷朋友的期待下 自己也觉得该从幕后转到台前 并且还准备在2003年的时候 发行自己的新专辑和举办一场演唱会 这对蔡国全的歌迷粉丝们来说 是一个大惊喜 却不曾想到后来惊喜变成了惊吓 2002年11月的某一天 蔡国全和朋友们 一行七神坐着四驱车 在经过高速公路东院时 因为车子爆胎导致严重的交通意外 幸运的是 虽然蔡国全后脑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但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之后 苏醒了 不幸的是因为这场车祸 虽然蔡国全苏醒了 但因为伤在后脑 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小脑萎缩 腰部重伤 下半辈子的蔡国全 只能靠轮椅度视 就连日常起居都需要人照顾 相当于瘫痪 这对于喜欢创作的蔡国全来说 就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 她的音乐视野也由此而被告终结 身体上的创伤还不足以击垮她 但心理上的创伤 却又给了她致命一击 除了没办法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之外 她更是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 那次车祸之后 蔡国全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所有的人都认为 她没有什么利价值了 以前的朋友纷纷都开始避嫌 生怕连累自己 曾经在她巅峰时期 她身边围绕的朋友 无数邀约不断 只想要得到她的指点 或者帮忙创作一首歌曲 看她现在变成这样了 就断了往来 更令蔡国全绝望的是 曾经恩爱不已的妻子 在众人的注视下 抛弃了她这个在轮椅上的男人 妻子把蔡国全送到养老院之后 就离开了 只留下了年迈的老妇 陪伴蔡国全 揭发妻子离去 让蔡国全痛心不已 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蔡国全自从2002年 车祸发生之后 一直都没有任何收束 截然一身生活在养老院里 还好她的圈中好友谭永林 徐晓凤帮忙接济 才让她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都说人心难测 很多时候只有在危难时刻 才能看到谁对你是真心 谁对你是假意 被众多的人背叛之后 她的心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整天郁郁寡欢 对生活充满了失望 身体上的伤害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 但是心理上的伤害 是永远没办法磨灭的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幸好还有一些真心好友 和她的粉丝不离不弃 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 帮她筹几医药费 还有好友 为了可以帮助蔡国全 还专门为她举办了主题 是她的演唱会 在现场徐晓凤多次落泪 就连本在忙着父亲丧事的 谭永林也来到了现场 令人非常暖心 从49岁到现在67岁的蔡国全 已经被弃在养老院18年了 在这期间 她尝遍了人情冷暖 看到了人间百态 也发行了几张专辑 蔡国全在养老院中 过着贫苦的生活 慢慢地消耗着自己的时光 她的生活起居 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友和粉丝来帮忙 稀释那个光芒万丈的音乐才子 蔡国全 因为一场意外 沦落到现在只能靠接近生活 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2002年的时候 蔡国全在她叔叔 表弟 嫂子的陪同下 获得再生会节生命大奖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她的妻子还是没有出现 只有患难见真情 蔡国全曾经拥有如此高的地位 又有众多的名利 但是最终 她的妻子抛弃了她 她众多的朋友离开了她 上神看得实在是寒心 名利可以带来美丽的瞬间 但是不能带来真正的爱 不要被名利而冲昏头脑 应该慎重地做出选择 如果当初的蔡国全 选择了一个真正爱自己的妻子 那么她的晚年也不会那么地不堪 神圣走有不完美的时候 虽然曾经有过光辉岁月 但难免遇到挫折和风雨 只要坚强咬牙挺过去 还会看到阳光彩虹 从近几年曝光的照片来看 蔡国全虽然坐着轮椅 但精神不错 事事无常 蔡国全的遭遇让人唏嘘 让人同情 也告诉我们要懂得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 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如今一代歌王蔡国全只能靠着轮椅生活 但也希望她可以谱写新的篇章 而她曾经的歌曲 也是很多人的回忆 成为了经典永流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雨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